2018年火箭兽女赖美云被港圈导演王金骂上热搜 理由是丑成那样也好意思碰瓷邱淑珍 其因是赖美云在选秀里有个穿红裙扎丸子头的造型 有人觉得这个打扮很像邱淑珍演的小招 赖美云因此喜提小邱淑珍的名号 可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却引起了邱淑珍违粉王金的不满 当年的港圈有句名言 全香港的人都知道王金暗恋邱淑珍 不仅一手捧红了她 就连李嘉欣向金主抱怨时都会说 你看看人家王金对邱淑珍有多好 但我要说凭什么她对邱淑珍的好 一定要以贬低赖美云为代价 第一这个称号并非赖美云自封 第二王金身为一个长辈 难道就这么点气量 第三他当年没能给邱淑珍一个家 现在又来装什么深情 更何况凭实力奋斗到今天的赖美云 不比你王金差 赖美云来自广东深圳 1998年7月7日出生 所以有个昵称叫小七 和阳光可爱对外表不同的是 赖美云来自单亲家庭 从小跟着妈妈一起长大 从没见过父亲一面 但即便家庭趋失 赖美云也发展得不比别人差 他中学时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 这所学校有两个招生标准 一是在附近有房子 二则是考进去 作为数一数二的学校 身高周围房价高得吓人 因此赖美云便在唱歌方面下了苦功夫 最终以合唱团第一名的成绩考了进去 为了唱歌 赖美云没有按部就班的上学 而是选择了唱跳这一行 2014年年仅16岁的赖美云 参加了SING女团偶像大赛 成功入选 在次年正式出道 但女团哪有那么好当 赖美云的外表虽然可爱 但她有一个致命伤 那就是一名五三的身高 因此没少被人嘲笑 赖美云曾经透露 有次某部电影 需要一个客串的女团角色 他们公司去了六个人 最后只有她被刷了下来 剧所给的理由是 你不像女团成员 但这只是个开端 在她参加完选秀后 更恶毒的话出现了 都是火箭少女的成员 为什么杨超越辍学被大家怜悯 而赖美云却被人嘲讽说 急功近利 或许是因为家境不同 就读的学校也不同 杨超越读的是乡镇小学 根本没几个人上 而她爸爸打工的那点工资 供一个这样的学校都吃力 除此之外 杨超越的成绩也不好 对于那时候的她来说 出去闯荡可能是条更好的出路 但赖美云的情况截然不同 赖美云是深圳本地人 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在深圳有车有房 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后来赖美云的妈妈又开始做生意 家里的条件好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 赖美云就读的深圳高级中学 是深圳的名校 而且她是以合唱团 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 如果正常上学 绝对能考个不错的专业院校 但赖美云为了实现女团梦 放弃了出手可及的高校 从名校半路退学 成为她演艺生涯中抹不去的黑点 这样的指责生在2019年末 愈演愈烈 原定参加该年艺考的赖美云 因考试时间与商业活动冲突 索性放弃了考试 招致了不少质疑 只因她的粉丝年龄普遍偏小 看着偶像一次又一次的放弃学业 是否会主动效仿呢 这些声音让赖美云也不好受 但她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直到在某档综艺上 她因前辈张绍刚的一句话 当场痛哭 张绍刚说 有机会还是要去上上大学 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赖美云一边哭一边崩溃的说 你以为我不想上大学吗 我说小七你小 我说有机会上上大学 吃吃很突然 你以为我不想上吗 然后一下把我哭懵了那天 平心而论 她比谁都像 但2016年放弃高考 是她的团性 瀕临解散 公司要求他们自己找出路 赖美云于是转换各种阵地吸粉 一切行程 合约都由经纪公司过目 参加与否的决定权 根本不在她手上 赖美云的弃学行为 虽然不值得提倡 但谁也没有经历过 她的困难时期 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她 赖美云说话的艺术有多高 王一博听了指教号 2018年的某节目中 王一博 杨超越 子宁 三人组成游戏战队 赖美云担任解说 游戏过程中 另一个解说问赖美云 你觉得王一博 推完上路第一座塔之后 会去帮中路的子宁 还是下路的杨超越 这个问题明显在挖坑 王一博作为腥风血雨的流量 赖美云怎么说都容易被人诟病 更何况子宁跟杨超越 都是赖美云的队友 选了A没有选B 就容易被人大作文章 但赖美云脑子一转 立马结化 我觉得王一博 会去推下一座塔 一博老师的鳄鱼这把 如果推完线 会去哪一线帮忙呢 就子宁还是就超越 对的 我觉得一博老师 可能会继续推下一个塔 还有一次赖美云 发了条动态 称自己之所以不喜欢冬天 是因为他不适合穿羽绒服 结果有个黑粉硬钢说 不喜欢冬天 可以搬到赤道附近 别带在中国 赖美云没生气 没忍让 而是不卑不亢地说 看来你是冬天的尾粉 而他的情商 不仅体现在说话上 还有实际行动上 自从当了明星后 身高1米53的他 从110多斤 捡到了78斤 还进行了相应的 一人包装 因此外貌气质 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但有人非要把这曲解成整容 赖美云为了力证 纯天然 直接上了苹果的前置摄像头 录了一个全素颜 无滤镜的化妆视频 脸上的瑕疵 清晰可见 但自然又元气十足 然而身处一个时刻 会被挑剔的世界里 再坚强的人也会倒下 2020年末 赖美云深夜 突然发文称心脏疼 一方面是来自黑粉的攻击 一方面是来自繁忙的工作 还包括抑郁症的干扰 种种压力皱击在一起 这才压倒了这个元气少女 赖美云表示 他之所以在镜头前开开心心的 是因为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并不意味着 他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听到了吗 黑粉们 你们的戏真的可以少一点